发掘机在红峡谷的工地上发现了矿石 矿石创发出的光芒引来了神秘人物 工地上的小伙伴们还能守住这神秘的宝藏吗 这一定是新有的矿石散发出来的光芒 我终于找到你了 躲藏的古灵博士被建筑工地小伙伴发现了 你是谁 我快现成古灵家族第一高手 脚踢皮蛋超人手势格斯拉 天天一杯奶茶 人称大陆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的 皇家认证学府武彻考古学教授古灵博士 皮蛋超人是谁 别管皮蛋超人了 总之我要去看看那是什么宝贝 不 你不可以去 我是鼎鼎大名的古灵博士 我是来找宝石的 不管你是谁 总之这里没有宝石 快走快走 看宝石不就在那儿了 就瞧一眼 你不能往里去 给我站住 让我上去看看 是谁捉弄我 小偷 开我的古斯基 今天真是太刀了 再想办法去撩网台 怎么回事 快点 哎呀 你怎么了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是谁撞我屁股 哈哈 Double kill 啊 嗯 哎哎哎哎 怎么回事 放我下来 我孔高 哎哎我我我 我真的只是来找宝石的 我知道 你是来偷宝石的 我不是偷 是看 有什么可看的 口头摸摸 心怀不轨 我是个考古学教授 我钟情于一切稀有的矿石 你想再多宝石 卖个好价钱吧 你好 我是利经长 谁报的警 检查先生 我们抓到了小聪 他想偷我们的宝石 还好我们激励 快放我下来 这不是快线乘博物馆的古林博士吗 他真的是教授 利经长 你可来了 要是你再晚一步 我这把老骨头 可就散架了 快把我放下来吧 退退发现抓错人了 赶紧道歉 对不起 看来这是找误会啊 赶紧把博士放下来 是我的贝塔探测仪指引我来这儿的 它显示附近应该有一些特殊的能量 果然不出我所料 工地上真的挖出了稀有的宝石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苦苦找了三十年 是误会就好 你们太厉害了吧 把古林博士弄得灰头土脸 谁让他没做清楚 不过你们真棒 保护了我们珍贵的宝石 是大家一起的努力 古林博士把这些宝石都带回博物馆吧 就这样 工地上的小伙伴保护了珍贵的宝石 我们的故事也结束了 建筑工地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忙 城市快线交通工具系列 孩子们可以控制直升机飞向天空 蔓延警察指挥交通 或者驾驶垃圾车和货车传搜城市 赶紧要求你的小伙伴们一起 随心所欲地展开城市冒险之旅吧 哦 原来工地上除了大第二车 还有警车呀 谢谢单伯伯 拜拜 拜拜 拜拜